小子 你的火之针已练得不错 可惜不能为我黑风神功所用 今天就让你灰飞烟灭 雪莹 或许沿着七楼上升的方向 我们就可以走出黑风马 走 雪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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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一定会带你出去 雪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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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掌 且等 且等着身上正穹藏 这怎么可能 这小子怎么可能 这样靠自己就差没有冲啊 天下无心藏无路 他们都不懂眼 却爱之后无知之 深入迷雾中也尽情会有出头 只欲不信天命不合 他们天定的酒 即便先和现金 依然尽力地走 下距离 被我尽量的驾驭 是破天晶初的战神 我一出手就勇放 我听见你 是有超凡诞生 是超凡 如果雪晶还在 他也是有情 谁有情 又不知道是哪家地 见你超凡净净 要是净净还在 行 你读话了 你成为超凡呢 你回家 嗯 舞蹈 在战亿场 令凡击 摹尘 无耻 我抹尘 滚兇 在身上 枕重刀 雪衣你怎么了 サ? 我好像中了什么暗器 暗器 雪衣你怎么样 雪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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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 这云又散了 这彩云聚了又散 为何没有出现超凡斗气的火焰 莫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看来成为超凡 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龙山国的修行者 只有寥寥数几才能成为超凡 剩下的恐怕终其一生 都无法突破超凡境界 你们是对抗魔族的后备力量 需要更加的努力 是 师父放心 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师父 我也会努力的 我一定会研制出 能对进阶超凡有帮助的法术贴 继续修炼吧 希望下次 这一项是为我而起 我一定要成为长风学院最强 不 整个龙山国最强的人 我要让师父看看 我才是那个最有潜力的人 而不是东坡玄英 师父 师父 玄英和镜球回来了 师父 玄英怎么样 没事吧 玄英伤得很重 幸好没有性命危险 太不可思议了 黑风牙九死一生 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本来我们也以为 这辈子都要留在黑风牙下了 都是因为那个面具人 我们险些造了她的毒手 雪莹在对抗她的时候 突破成了超凡 这才带着我飞了上来 什么 雪莹成了超凡 对 原来之前看到的异响 竟是雪莹 可是云层中 并没有出现超凡火焰 静秋 我没有发现 雪莹体内有超凡斗器 它真的成为了超凡吗 我确定 我亲眼看到了雪莹身上 发生了粒子化的改变 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为上牙的时候 那些追我们的黑甲 用暗器伤了雪莹 才对她的身体产生了影响 暗器 打在了她的后背 是这个伤口吗 应该是这个伤口 但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说不清楚 只能让雪莹醒来 再问问她了 我们先出去吧 让她好好休息 好 我们先出去吧